基隆市政府开放全市大约75处骑楼地点可以停放机车 而这项政策也引起市议员质疑 和市长谢国梁大力推行的行人友善政策 是互相冲突和矛盾 因此希望市长能够说明清楚 中山区的安一路这里曾经有发生 有一户他的摩托车因为停在他家的骑楼下面 一天被开了五张白单 这件事情 然后呢这整件事情在整个里内传开以后 就在里长的服务处炸锅 后来被邀请过去交通处 为什么要提这么矛盾的政策 为什么要做这么矛盾的政策 我们基隆市不是每一条马路都跟人一路 都跟信一路一样宽 安一路这样的路幅宽度 如果他没有办法做到妥事的处理 就会造成我们的车要停到马路上面 摩托车停在马路上面以后 骑楼是进空了 但是马路上的路幅被挤压 被挤压以后 单线双向道的通行 车辆是没有办法通过 会塞车 因为开放骑楼的这一件停的事情 一旦开了就收不回去了 这一件事情在各县市来讲 现在都发现同样的问题 包含我们刚才提到 台北市长蒋旺安最近也在做 所谓的骑退2.0的这一件事 但是有多么困难 因为它会导致地方更多的一个反弹 所以我今天为什么会强调说 为什么我们开放骑楼停的这件事情 我们没有经过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思考 或者甚至有其他配套的一个措施 像我们开放的75个路段当中 有非常多的路段 并不是道路狭窄 而是它路幅够 可是我们外面的地方 我们都没有在思考说 我们没有可以划设停车空间的一些 使用的这个措施 或者是说针对于全市 可能有些路段 汽车停车格使用率低的时候 我们能不能用复合式的 这样一个使用的方式 就是好可能某个时段是停汽车 可是某个时段开放之后 我们让机车也可以停 我赞成骑楼要开放 但是不是可以从比较外围的空间 你火车站周边 你反而应该要严格取缔 但在严格取缔的同时 你有没有提供一个 适当的停车空间 给这些机车族 这个是考验着金融市政府的一个智慧 而不是说我现在开放 好没地方停车 你骑油都停上去 No 绝对不是这样 好 接着这样的脉络下来 我们昨天看到 市政总报告里面提到了 我们骑油要整平 优先整平的又是火车站周边 你火车站周边 你的骑油整平之后 你是要方便机车上去停吗 还是要让行人更方便通行 让生障者他在这一个骑油出入 他更方便 真正的问题跟需求在于 保障通行跟确实管理 当时在两个月前那时候 对我来说叫仓促开放 开放骑油停车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民众 到明代在抱怨 是因为民众不知道哪些地方可以停 民众要通行发现说 这边好像可以停车了 所以他没有办法检举 他被挡到了 所以你看 新竹市没有地定骑油管理知识条例 但他们当时在进行骑油顺平计划的时候 同时出两件事 第一个是利用标线的方式 让进空的范围明确被规划 去让警察同认可以执法 同时也明确教导民众 跟理办公处到区公所 哪些违规的行为 你该注意 然后不能再发生 落实管理 才是骑油真正可以维持通行 跟保障无障碍者通行权利的地方 真的我们基隆地形又不比较特殊 大家都是骑车 骑车足多 然后如果说 每三个人一部车的话 一辆摩托车 差不多基隆市就有十万部的摩托车 在基隆市区这样子游走 你如果说不好好的设置一个停车场 来让这一些机车组能够停放车位的话 那试问 七楼你不开放让我们停放的话 那我的机车该停哪里 停在马路 停在随便设置 又变成一个路障了 所以市府你现在已经把它规划成说 可以比照外县市来看看 是不是如何的来设置规划 市长谢国良则表示 兼顾法律和现实骑车足停车的情况 已经请警察局研移出八大样态 骑楼停放机车优先取缔的标准 因为基隆市其实你说 整个骑楼通通都不要停车 全部都停到停车场停车位里面 我想这事情的实际上的可能性或可行性 我觉得还是有待商劝的 所以后来跟警察局这边就具体讨论出来 就是说执法是绝对是一把行政 但是它有必要性跟原则性的问题 所以局长你是不是之后 我们把我们的好像是九个太阳 那时候有八大太阳的一个原则性 就是说什么东西优先取缔 比如说挡到了出入 挡到了救生通道 并排停车 这种就优先 但如果它就是半夜 然后根本没有人 然后就是在家里外面 的确有停一百机车 然后检举达人来用手机一扫 十几台全部都带走 那这个是不是我们想要的执法环境 那这一点 安一路那个事情我也很关心 跟你报告 第二天下午我就跑去看 所以我们这个八大太阳 对安一路来说 我们也是希望能够产生一些稳定性 就是有必要的我们马上处理 那没有那么急迫性的 那在看 我其实也很想跟安一路的民众讲说 那是不是可以把 就像刚刚浩安一路讲 你把行人道都还给我们 你们通通都停到 中山一路的收费停车场 或公有停车场 但现实上就是 安一路的民众不是那么愿意 不是那么愿意 我要考量到这些必要性的问题 所以刚刚伟政议员咨询我的 跟浩安一路执行我的 其实这两点方面 我其实就是常常在衡量 迫于基隆市特有地形和大量机车组的特性 骑楼被机车挡住不好走 行人会向议员和市长抗议 而机车组没有地方停车 同样也会向议员和市长抱怨 因此这项看似和行人友善 互相矛盾的政策 市府如何有效兼顾执行和管理 而议会到底要不要支持 不仅考验着市长谢国良的智慧 其实也考验着议会的智慧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